哈囉大家好我是沖閒老師 那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在Jeff裡面個別修改iPad的名稱 那如果是統一修改一次快速修改呢 要跟各位提一下喔 你應該使用MUT的第三方工具 喔這個一次可以把我們全校所有的iPad命名 那如果你要個別修改再去使用這就太麻煩了 喔那使用哪一個呢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我們就直接進到Jeff來做示範 首先呢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台iPad的名稱 這行政院這個 這是數位學習經濟方案 點這個齒輪的時候點起來 這時候再一般 好點一下名稱的是在這裡 名稱很重要因為要做分組的時候 譬如說這一台是YKES 英小的K01 這是老師使用的 OK嗎 那我是想把它改成Teacher改更完整一點 目前是這樣喔 那怎麼做修改呢 就回到Jeff來 首先當然你要先去找到他 那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英小的 我這邊點搜尋 事實上呢我之前已經使用 MUT那個把它全校所有的iPad 都改成YKES了 那在最下面這裡 這是我命名清楚 來這裡 如果要個別修改呢我就點選這個 K01剛剛各位看一下我們再對一下好了 YKES K01是Tea對不對 那我想打完整一點把它改名叫Teacher 點進來以後呢 接下來就在庫存的地方 這裡 就說再點編輯 記得喔 網路要連線喔 如果網路沒有連線是沒有辦法改的 那這邊改 EA CHER Teacher 然後再點什麼 儲存 那儲存完以後呢 事實上他就把命名送出去囉 那命名送出去的時候 再提醒各位 網路一定要連線 老師還沒有改啊 這是舊的畫面 請你呢旁邊點一下再過來 譬如說我現在點一下 控制中心 好 就是再點一下 一般 再進來吧 诶各位看一下 名稱就 順利更改完成了 喔 這個是 如果你個別修改的時候 也可以在Jeff改 當然以英格國小來講 這個 呃你全部都在要在這個 Jeff裡面改的話 那就太辛苦了 喔 那我們學在學校在使用IP的 在做教學的時候不是就更改名稱喔 還要建立使用者 那這邊強強烈建議各位 一定要是使用第三門工具 去Mute 去做P次的修改 當然前面我們有教過 那請老師個別自己去看吧